中二選區當然也是接下來要過的 也要顧的嘛 那在中二選區的這一站 現在看起來也是殺了刀刀見骨 尤其呢 我們發現到民進黨那一套手法又來了 我們先來講講 要講說炒米粉 這個鹽寬恒那邊都擺出好料讓人家吃 結果你要檢討人家炒米粉的同時 那個綠媒還花了很大的篇幅 半小時可以在這裡面 大家談得很開心 談說關於炒米粉 那你怎麼講講林佳龍 當時我就是去看他這個選舉的嘛 那當時擺那個離山的那個燕呢 龍蝦大餐 海陸大餐咧 這件事情也是你很難在拗嘛 包含林佳龍也說這樣不太好吧 結果你自己過去 你現在拿這個海陸大餐兌炒米粉 你這格局是不是 也是讓大家覺得看不下去呢現在 是 這個炒米粉大概現在 不只是國民黨 其實利盈大概選舉有很多也是 炒米粉很常見耶其實 對 就是說變成 任何一個選舉大概因為 會選的關係嘛 所以就變成這個 滷麵嘛 滷麵或是炒米粉 就變成一個 目前比較普遍的一個現象 選舉文化的感覺啦 對 當然有的人譬如說 這個可能一碗爐麵 他可能上面還擺了很多菜嘛 那他可能就是另外有一套 不過基本上就是說 目前在司法實務上 大概就是滷麵啦 或者是炒米粉 大概目前都沒有把它列為會選啦 目前實務上啦 對 那當然這個我不知道額外加了很多 這個比較貴的東西 那個我不知道 你說炒米粉裡面有鮑魚是不是 對 炒米粉裡面你還有很多菜啊 魚蝦之類的 那個不知道 但是以純粹炒米粉跟這個滷麵 大概還有就是那個粥吧 大概基本上都不過成這個會選 那當然這就是一個選舉花招啦 那譬如說這個 因為你一直打太多 那這個都沒有打成的話 那就會有一種某一種效應 就是狼來了狼來了打久了 就變成這個大概會疲滑 所以目前這個情況看起來就是 似乎沒有一個比較具體 真正可以讓這個圓寬恒 這個殺傷力大的 看起來就是打一打 然後這個沒有多大的 具體的那個效果 那譬如說剛剛又提到說 有什麼電動遊艺場的 可是如果他這個地是租給別人的話 可能你也不太容易說 他地租給別人 別人是經營的 就不是他經營他是租的 對 把地租出去的 別人租的這個也跟他也沒什麼關係 然後又合法立案的話 對 所以以目前來講 就是你打了很多之後 都沒有這個產生真正的效果的話 他可能打久了大概會疲滑了 所以我想目前的這個 以現在這個情況 大概就是很激烈 那很激烈當然就有兩個破口 一個就是說大家對民進黨的 這個其中選舉的概念 就是說對現在這個執政了兩年多 這個大家整個觀感 滿意不滿意的這個情況 那就這個部分其實某一個程度 是對這個顏寬委是有利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 顏家長期的這個 所謂的他的個人形象 或是家族形象 那這個某一個程度是對他不利 就看這兩者 那麼哪一種的這個比重偏大 譬如說如果是這個大家對民進黨的這個不滿意偏大 那顏寬委就可能有機會就會出現 所以這個以目前來看呢 接避案目前的殺傷力看起來並沒有想像那麼大 譬如說像這個有關碼頭那件事情 那是林佳龍準的啦 所以那個就打一打就被人打到自己人了 所以大概基本上看起來 那因為現在整個重點還是在18號的 10月18號的公投只剩下不到三個禮拜十幾天 那這未來這十幾天在整個公投的這個 會是一個關鍵 可能跟你花很多時間在研究中二選區的這一場 我是研究陳柏惟 對那我正要講陳柏惟的事情就是陳柏惟 這電子優惠廠昨天要炒 這也是某這個綠媒的節目 我昨天晚上看了 突然陳柏惟找到新工作了 在裡頭講了口莫橫飛 找陳柏惟來講電動遊藝廠 真的是我覺得哇專家現身說法 從來沒看到他們請來賓請賓 這麼正確過一次 沒錯但是其實陳柏惟個人 我實在是懶得理他 他就是真的就是像佩軒講的 他找到一個最適合他的工作 陳柏惟在你去PTT上面 然後查他的帳號 我又發現陳柏惟過去很常出沒在那個運財版 然後跟大家分析什麼莊家啊 組頭的心態是什麼 他真的是大師級的人物 所以我覺得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去查他的舊文啊 那我要講中二選區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跟現場看法是一樣 我覺得現在這個狀況 應該說現在這個狀況 看起來我覺得林靜怡打的節奏非常的亂 然後呢連炒米粉這種事情都要打 打得很小 對你就不接地氣啊 而且你的節奏很亂 你就一直每天在丟很多亂七八糟的東西出來 那這些東西一般跟鄉親的 觀感的落差實在太大 我選舉吃炒米粉怎麼了嗎 怎麼了嗎 然後所以我覺得我不知道耶 我不曉得他現在是說 是不是一直想要維持這個選舉的熱度啊 因為在現在大家都把眼睛放在公投這件事情上面 所以公投會把這所有的選舉蓋過 那所以林靜怡一個空降到這個選區去的人 他如果新聞不見了 他就等於不見了 在鄉親的視野當中就消失了 所以他就一直要不斷的丟東西出來 可是前一波被周玉寇給你知道 這個尾巴咬火 大家以為周玉寇在選 不是林靜怡在選 然後現在呢 可能就是沒有東西打太多 打得太快了 所以節奏就亂掉了 所以現在開始丟這種炒米粉這樣的小東西出來 但是還有兩個觀察指標 一個是說 12月18號的公投之後 到底呢現在看起來 民進黨像打的荒腔走板這件事情 是真的荒腔走板 還是說他把大招留到12月18號之後再出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可能選情還會有變化 不然如果是這樣子 林靜怡跟林靜怡這對寶 這雙齡這對寶 在中二選區這樣選 我基本上覺得是 就是大概沒什麼機會 所以我覺得還要再觀察一下 我覺得草米粉這件事情 能拿出來打真的很無聊 現場都是選舉的人 那草米粉這種事情 基本上已經是 非常多年了 對已經是幾乎是選舉必備的 其實必備的 他比便當的成本要低很多 什麼草米粉共丸湯這種 然後呢 比那便當都還要便宜的 那這種東西就是地方上會這樣子 選舉的時候的必然嘛 你拿這個出來講 就代表說你有多不食人間煙火 董哥我想要問一下 這個顏寬恆當時其實 想了一段時間他才出來選 他那個想的思考量 是不是他其實已經是沒有包袱的出來 他才會願意出來選 尤其我自己的好朋友 就在綠媒裡面工作 他也說確實他們台最近 打顏寬恆打得他很累 因為打得好像沒什麼點可以打 你自己會認為說 林智英打這麼小的點 是真的沒抓到重點 還是根本沒有點可以打了 楊關城那時候會考慮是因為 他們一直講說 罷免陳柏惟是他們 嚴加在包覆 在背後那個嘛 那包括陳柏惟露選的 第一天去卸票 他的那些支持者就說 哎呀那楊關城思維去一下下 還罵了髒話對不對 那陳柏惟講說 都是你們講的 其實心裡很高興 因為他很面帶微笑 就是鼓勵 那我覺得對嚴加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就是說選輸了 然後你是不是 就把人家罷免自己再回來選 這種對他們的 過去嚴加的刑事風格來講 不太一樣 所以他考慮非常久 那我覺得說 國賓老大在 非常多次的包括 朱立倫都去拜訪他 然後地方上大家認為說 就是你啦 你覺得好 因為你們 現在也沒有人可以比得上你 為什麼 因為你們家族在這裡服務這麼久 口碑也這麼好 你跟你妹妹的服務處 即使你肉血都還一直 在幫鄉親做事 他其實是有一個這樣的背景 那現在林靜宇 林靜宇在這個地方 他過去沒有經營過 那他當然因為他們民進黨選舉 很擅長是用文獻這種空戰 所以他認為說 我現在就用一個壓倒式的 壓倒式是怎麼樣 就是說把他當做總統選戰 因為全國只有這個選區啊 那過去選立委有73個選區 你打嚴加 沒有媒體會寫啊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